Hello 我們是Chill 我是花洛琳 我是Fianne 我是張立法如坑瑩 我是Anton 我是Joanna 曉林 相信大家在中學的時候沒有補習 都一定身邊有朋友有補習的 我們今天就來聊一下補習的趣事分享 首先想問一下大家有沒有補習呢 當時是我最後一屆會考生 所以有補中文、有補英文、地理 為什麼會補呢? 因為每個上課都是拿著本書看的 我不是在看教科書 我就覺得 我沒有怎麼辦 所以我就補 我高中是沒有補習的 我是中二開始補習的 我一直補到他畢業 我當時有個男神 那時候讀M2 男神就超級喜歡計算 我知道他去那班 我就補一班 我同時去補習 最後有什麼發展呢? 就不要看了 你們有沒有hurt過老師 為什麼你們要上課看紐士 不聽我說書 那些中文missi 還有現在一個很紅的補習男missi 男missi 是大學同學 男補習老師可能在大學那個名聲不太好 中學老師就很不屑我們去補習 但還是半級一起補習 太厲害 而且他的資料太多 每個人拿著這麼厚的一本書 那麼你很難不去 我也是 我也是中學missi 同一個 是同一個 大家應該都會知道 我missi和missi可能是同學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補習是一個安全感 每個人都做 我都不做 我就好像是摸底 但是你說是不是真的超級有用呢? 我想有一點 但當時也是一個安全感 那時候我記得有些好像新入職 好像我的角色一樣 他還沒抓到怎樣教 他又真的覺得拿著一本書很重要 天天就是揭起一本書 就說回書裡面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覺得 都有寫 有些老師就資歷深一點的 他說說很多野屎給我們聽 我們就覺得很棒 起碼你會有興趣的 他又會分享他跟他老婆的愛情史 寫些什麼詩給他老婆 就覺得很浪漫 至少你每一堂都有10分鐘 我們就會覺得很棒 在我學校有個大學老師 教得很好 真的很有趣 是玩遊戲的 每個人都站起來 然後要回答問題 如果答錯了 就是跳那時候海洋公園Halloween Halloween的那樣 為了不要上課被他罰出去 大家就有很多動力去溫習 你們覺得在學校上課有用點 還是出去補習有用點 我覺得補習的人 厲害的地方 是他們真的可以用很多方法 讓你寄進入 說的有搞笑 又會說口號 又會作對聯 令你累積 我覺得非常少的 左二右三 有很多手勢 在學校就沒有了 不會想那麼多來教 學校很直白 傳統地把所有知識都給你 但你要自己消化就要出去外面 尤其是數學 如果補習 他們不知為何會有剩下的辦法 很快可以計算到答案 那些神技 以前數學我也是出去補數的 他有些很厲害 入在計數機的神技 按兩下就能夠計算到角度 對 寫了一些圖片 所以真的要補習 要進計數機 要入計數機 傳統學校已經有教了 我的數學老師經常有拍片 放在youtube 然後教大家 這個formula是這樣入 老師做youtuber 因為傳統學校的老師 已經是我們這些年紀 你對 他們是有教育的使用 所以就變得比較Exam 我們這些年紀就是你們的老師 我當時有個很好的數學老師 他真的陪我們一起做Pass Paper 到7點 所以最後我們全部有留下的女生都是Pass的 我剛才是Pass再高 以及拿了Dog 超開心的 他們有沒有遇過在補習的時候 最不能理解的事情 我理解不了 為什麼那些人會拍三個中學上Live 很熱衝於會叫她做恩師 那時候剛剛在Instagram 就會贏下說 恩師我一定拿得五星星 這些 我的同學就是做這件事 很厲害 之前因為同屆DX 他就是很喜歡放學衝進去補真人堂 然後他還會上課 請人吃飯糰 然後我記錄 我很開心在PYG 什麼首席大徒弟 我有吃過恩師的麥當勞餐 因為我是追她的真人班 再坐頭那一行 然後他會特意約我們一個時間去練Speaking 所以約出來那一餐就可以一起吃了 但我中學的同學會為了去追她們 無論是Live還是播放 然後都會好 第一時間看著她什麼時候出新的東西 然後就會衝過去 真的好像變成偶像 因為去報Summer Intensive 我的同學會請假去排隊報 蛤? 即是請日校的假 然後親身去排隊報那些暑期飯 才有個Live 那些四人同行 然後有一個免費 然後那塊錢就會除回Summer 多了的錢就會吃媽媽甲棍 很壞啊你這樣教壞弟弟 之前我的朋友會儲他們的file 人有他們的樣子 好像MIRROR一樣 光筆 不捨得用 總之是封住她 但是有她的很大的樣子 然後寫著Logo 所以很緊張 好像黑紙那些 對 還有筆 然後考試前就站在祈禱 對著她 對 是一個信仰 對 然後這個信仰就會在考完DSE的時候 就 哎呀早知道不夠了 英文有個intensive很厲害的 就是Calvin Sun Calvin Sun很棒的 很有公平 那時候是張敬軒跟她一起買廣告 差不多差不多 很開心啊 竟然是跟你們一起聊 差不多年來 差不多年來 還有那些寶澤老師 有些位是特地印下來 給你服你朋友 對 很壞 你考試 如果你只有一份notes給人拍印 那你搭了這件事就不行 譬如有些答題框架 那他專門印個服的上去 但是他上課實際上課 對我說這個是服的 要寫另一件事 另一件事就寫第二張子 給你抄下 沒有留心聽的 那些睡覺的那些 真的沒有 怎麼服的 這麼服的 用到多少錢補習 我那時候又少一點 一個月兩三千 為什麼會說少呢 我的同學用了八千元 每個月補習 八千元補了一課 所有都補 那時候我們每個人讀 七課中英數通 然後三個二 一條一條N2 還有加上intensive 因為他一課會開plan A plan B 同事進行 然後教不同的東西 加上就八千元 但是他考得很好 那他就值得了 我想三課 一千多 差不多二千 我只有五六百元 因為我只補過一課 只是補英文 但到最後都是fail 英文越少學開始補 你們錯了 因為我現在有個小朋友 有很多媽媽群的群人說 幼稚園已經要外補了 很誇張 那你會帶他去嗎 我不知道 不要問我 我以前有做過幼稚園的補習姐姐 很可憐 做姓Catherine 看一家名校 是名校 學的英文很難的 很難的 A for Espronaut 真的是這樣的 現在是幼稚園已經在教一對襪的襪 和一條褲的褲的中文字 怎樣寫和怎樣認 一個小朋友這麼小 我怎樣認得到 有時候我寫出來也寫錯 有時候補習之後 有沒有明顯進步 我的CAM 由3 變成5 但我沒有很認真地讀 看完花幾次 然後這樣 我中文超強 我本身應該是fail 但我升了兩級 不知道為什麼說話的邏輯有點差 但補習就是教你的邏輯和答題技巧 那如果可以讓你們選 只可以讓一位老師教你們 你們會選是學校老師 還是補習老師 我當然選是學校老師 因為我是心裡美的Misne 除了他真的教到學校的東西 也真的會跟我們聊天 有些會分享很多人生經驗 我以前中學的老師 都是沒什麼人情味 所以我就選擇補習老師 那時候我遇到的入校老師 又真的沒什麼收 所以我就會選擇補習老師 因為他們起碼廣道會有收套 很多教材 你們遇過最好的老師是怎樣 最深刻就是 因為我數學也是 他都很值得跟我說 如果你study life 你不要找我補的話 你用了 但是他補到我合格 好好喔 他補到我全補的護照 但是這些是OT 他真的很有心 真的 那有沒有遇過一些 你們覺得是比較沒那麼好的老師 英文老師 補課的時候 跟我們補 CAP 什麼時候用 中六 我覺得是Ben 1 然後是英中 全級英文頭門15名 就是補這件事 浪費時間 第一頭是這樣 之後就沒人上 中學的時候 教中文的Misne 他很喜歡選人來教 他覺得你有前途的時候 就會花多些時間 在你篇文上 給多些comment 或者會抓你下去補習 但是呢 好像我這些中中間間 不想又不下 他就會很傻 然後無視了我篇文 所以我去找他 他都不會怎麼理我 然後我就覺得 他好像被人忽視了 超不爽的 除了我之後 我那班有幾個人 都是同樣的感受 我們就自己圍在一起取戀 我沒有遇過很壞的老師 但當刻我是很生氣的 而且有哭的 他拿著我的文章 就說 其實你有沒有去檢查過 你是不是有讀寫障礙 嘩 好壞 我整個午餐的時候 就跟我的同學說 是不是有讀寫障礙 但是呢 我想試人 現在呢 我也覺得自己真的 因為有不開心 是因為覺得好像被人打擊了 但其實檢視自己 其實他是真心提醒你 會不會有自己不知道 有一次很不好的經驗 就是因為我很喜歡讀CAM 其實有一些東西很搞笑 很有趣 我又很喜歡那個女老師 她的人很差 但我讀極都很差 有一堂在全班面前 問我怎樣都要讀CAM 她說你讀這麼多課 這課你不如DROP它吧 就是用英文軟轉一點 其實我很不開心 因為在全班面前 對呀 而且我很喜歡她 這個體驗就很差 最後都是DROP了 聽聞現在有一部電影在上的 是關於學校制度 不如你們來介紹一下 那部電影叫做 心裡美 我就是學校飾演missy miss lee 這個就是我的學生 書題 就是講究竟傳統學校 還是出去補習好呢 以及究竟私生的關係 應該怎樣 但我覺得是幾合家歡 任何年齡一家人 都可以進去看 我也有看過優先場 本來想著很輕鬆地 進去看學生 談情說愛 去到一些很深的議題的時候 他又帶到一些訊息 走得來 他又不會讓你哭了 所以我覺得那個感覺是很舒服 那部電影的時候 有沒有發生過一些很難忘的事 因為這部電影是疫情期間拍的 其實很難得 疫情期間拍到電影 但是有很多時候 避不到身邊有人戴口罩 所以出來 有些鏡頭你會看到有人戴口罩 但是希望觀眾看的時候 會體諒 為什麼主角就不戴口罩 但是旁邊有人戴口罩 大家看來之餘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時代的見證 記錄下這一刻 原來發生過一件這樣的事 好 我們今天都談了很多關於補習的事情 大家如果想看心裡美這部電影 都快點去戲院看 現在正在拍照 還有記得follow我們這麼多人的IG 好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就幫我們按個like 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開啟鐘就好了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